- 投的这种商业也挺有意思的 像我们这种持有房产的话 我们是拿公司持有好呀 还是拿个人的问题 因为商业的话 你就可以用公司持有 开一个LC呀 然后递税呀 对呀 我是不是需要把名价的 也放在LLC里面好一些 如果只是一套房子两套房子 就还好 当然 你也可以买一个大保险 我们叫鱼三险 cover你所有的资产 我买了一个鱼三险 我觉得鱼三险还买了 金额也不算太高 三百万美金 足够cover你所有的资产就好 因为打个比方吧 通常来讲 如果这个房子烧了 大不了你就是损失这个房子 我们之所以买这个险的原因 是因为怕被房子告 因为你撞着人 撞着人半生不睡 然后人家说我要要你钱 律师就看你名下有什么财产 你所有名下财产都可能会被告 可能会损失 对 那这个基本上鱼三险是cover你所有足够资产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被告的话去弄 但是如果说你放在公司下 他最多就是拿下这个公司下面的资产 所以有的人把一个一个房子放到公司名下 对 但是如果你下一次 比如说我们做1031交易的时候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是用把一个资产放到公司名下去买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现金 但是当我要贷款 我卖掉这房子 我要凑合贷款去买别的房子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是公司 公司不应该拥有住宅 你公司只能投资商业 所以银行就会贷款给我去买商业 但不会贷款给我去买住宅 所以当我想要把这个公司的钱 配上贷款的时候 我这个公司就会解体 嗯 变成个人去买 公司变个人 然后个人再去贷款去买住宅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开公司 你就可以投资商业 但是不能够贷款买住宅 嗯 现金买可以 现金买 ok 我觉得 这是我们考虑一下就是 这是比如说像我们要投一些商业项目的话 是需要乘一款LLC对吧 是的 会更好 而且报公司的税 也有可能有不同的税率优惠 是 因为我这样的话 我和我太太 我们就是那个Cellery 可以放到公司里面 每月给我们发一点就好了 是 要不然我们就在这边属于一个 没工作 对 没工作 无业状态 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很好 是吧 可以开公司 对你来讲成本也不高 八九百块就可以开了 报个税就好 是 对 那公司的税率会比个人税率低了 他们去去那个 呃 开公司 他们都是去那个 德拉威尔 拉斯贝加斯 对 去那个 美华达去去去去去 到时候可以有税务的人帮你开 那些会计师都可以帮你开 对 他给你这些建议 对 税务的我不懂 是吧 我们就想要不下去 我们是不是成立一家公司呢 可以啊 因为我们刚 是我们也来 来美国 不是刚一年过吗 也不时间也不长 就是我们现在考虑 是不是需要成立一家公司 因为我们不是说 要回日本吗 然后再问问那边 快议师 像我们这边 是 是国资在这边设立一家公司 还是 单独成立一家公司 OK 设立子公司 在美国单独成立是很简单的 子公司的话 你可能要涉及到两国报税的问题 对 我觉得子公司有点好 子公司就相当于在这边 属于外国公司 对 他不是 就local的公司 是 嗯 不就本土公司才能有一些 那些适合EB系列的项目 是 是 或者是L的项目 对 然后这是一个 我们想想一想 但是这些项目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当然可以 回家研究研究 这些都给你看 这个就是它的商圈 紫色的商圈 它这里有一个Mall 它这里有三个高速公路 然后 The Outlet's Orange 那个是Orange的Outlet 这个是UCI的这个医疗中心 Angel Stadium 这是 你知道 天使队的棒球队 所以这是Anaheim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 那个 迪士尼乐园 所以它在这个周边大范围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Orange它这里挺挺棒的 对 这是它的这个 互信之 嗯 对 回报的话 前面的话 它也是四个五年的这个 的这个 所以从我们最初的 现在是十二万五千 如果过完这二十年 以及到后面的二十年 它几乎是双倍的 嗯 对四十年左右去双倍它 不止双倍 三倍多 嗯 对 十几年一倍 十几年一倍 因为它实实实实的 这个复利的关系 嗯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 你不一定会拥有它四十年 或者是二十年 嗯 你可能在十年以后 就可以去换 那你可以置换更大的项目 在这之间 它每一年的这个 抵税的额度 也是你会想要有的 嗯 对 那这间的装修 所以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嗯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欢迎你提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 就是考虑到一个 资产的价值的问题 因为 你比如说到一定 比如说 我买了这个物件 物业之后 然后呢 过个 十年 二十年的话 我想买这个物业的话 做一个抵押贷款 可以 它资产的价格 会不会 比如原来我买的时候 按四百万买的 然后过了二十年之后的话 它这个商业地产 由于旧和周边 嗯 就是 这种商业氛围 因为商业氛围有时候 就是 随着是整个市场的这种 商业模式的变化 因为我们十年之后的商业模式 我们也不太清楚 是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它有五年五年的选择 对 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 那 就我没法确定我们这个资产真的 就是 是不是还顺值四百万 还有可能变成三百万 或者是 那到最后的话 我前期虽然每个月 会有一定的现金收益 但是现金收益 再加上 我后期的一些折价 我有可能还亏 折价的好处是 抵税 所以折价的目的是在于你的税务优势 是 那因为你买的是不动产 基本上装修啊 大部分都是由这些商业来自己做的 他们是私人定制 所以对你来讲还好 那我们 那我们 对 那你看这里有 这个卖的也算钱 他这个是双单元 双单元 所以他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隔壁的要做 那隔壁的如果空的 他就会有通知率 所以我们这里有single 他自己上面还有一个三unit的 那三unit的话 他就会有不同的回报率 像这个两unit也是到五 因为你有可能会需要付管理 他可能有共享的墙 你可能有要付维修的地方 所以你要是单元越多 你的回报率越高 你要是去买一个连排的 他可能可以到六到七 对 那 再加上这里有一些十年的 你看 还有十五年的都四点二五 三点五的 四点二五的 但是只剩十年的 那由于他剩的时间少 他也提供的更高的回报率 四点六一 但是并没有那么那么高的不可能 即使是 你还是基本上行情就是四点多 所以到时候 就像我讲的 你这个 时间虽然是过了十年 你已经收足了租金 你到时候卖 还是按照新的租金的四点多 那你 每十年 每五年就涨百分之十 每五年再涨百分之十 这样 你基本上绝对 因为你是靠收入来 衡量你的这个 支撑价钱 对 所以银行你要贷款 你要抽钱也可以 对 那反正四十年以后 房子 如果你不卖的话 房子也是你的 地也是你的 你都付清了 那都ok 那就是地点是好的 你不怕 就算有新的商业 那你跟新的签约就好了 他死就是他死 要不然那个 那个 就刚才那个 戴要开口那个 是 我觉得他不做 我们自己开个场景 去挑玩 是 那我们自己就要 涉及到请人啊 什么什么的 这个类啊 风险什么厨师 所以 这种的话就是 我喜欢当个闭眼老板 闭眼老板 对 你有的时候拆心 你给自己买了个工作 先到五个一般的钱头了 多然买产票的 反正我也希望 我跟着客人一起成长 今天不管你准备好没有 先种了这个种子 等到你准备好 说我们一起去 是 我们现在慢慢 梳理起这种概念了 是 因为原来 对这个真没有什么概念 你说住宅吧 我觉得还好 它有那种使用功能很现实 是 而且每年的话 也是在增长 就还好 是 也可以对冲一些 我们持有现金 本身就不太安全 是 我买一些资产还好 但是 商业没有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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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住宅好 是吧 比住宅好 是吧 这住宅省心一点 是 回报率也高 你税务也有优势 对 那你拿着这个钱 你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出租租房子 没错 没错 以房换房 它也不亏 那它的租金比例又比住宅高 住宅上多少 它基本上也能够跟得上 是 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也考虑考虑 没有问题 还有我觉得那个 嗯 它是 还有就我们现在买的房子 它是12月5号 5号是吧 对 12月5号还好 12月5号 如果我们走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去那边 就把一些房间的销定下来的销定下来就可以了 好 有些东西需要我们买的 我想想 但我们现在买也没办法 你最好不要现在 因为你到时候弄了一家子家具 我们要刷个漆什么 洞空有麻烦 所以 家具不弄 但是它那些 比如说 你看我们 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 是 就是那个 净水的那个设备 我们要买 嗯 净水的设备 嗯 那个 OK 加一个净水设备 对 那个几百块而已啊 加安装也是 不是 就是那个 软水器 软水器 OK 软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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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块钱 几千块就有 然后装 估计也要花点钱 对 你要是能订的话 或者是拍个照 所以请工人 试试看 各位一起过家去做 我 我就去鸿蒂坡 往后之后 确定好好把照片 你把一个一个啪啪啪啪 都发给我 发给你 往后之后 让他们到时候工人一块 就要打不到 我觉得它现在是不是这样 先刷漆 刷完之后再找我 先多清洁 还是先清洁 我们再刷一下 清洁 其实你现在已经会有的一个基本项目 对方会做 那我们就是刷完去以后 之后你自己看 要不要再多加一个清洁项目 嗯嗯嗯 行啊 我还要 你说这是乌印那边 原来我们已经提交那个资料了 就是 你记得有原来不是有一挺厚的文件吗 你给我做成那个 叫Online 那个Document 对对对 那个我已经把我的车牌 型号 往后呢 都已经在里边列市了 但是 这个是不是需要还 还需要再找乌业 来确认一下 才能给我们那个贴纸啊 对 你如果不接的话 把那一份重新发给我 我再 专门送给乌业好了 因为有时候你发给 Escrow 他可能只是留个档 他不一定就帮我们转发或寄出 对对 我我觉得那个到时候我回家 我把那个发给你 然后 因为 我担心 到这种实际区的话 进出的话 那个不方便 也是一个挺大的 是 哦 别的我觉得 没什么 别的 房子 房 对 我太太又看中那个 就是那个新的那个 走 下个丁 走 你随时好了 我们就不要 对 现在不行 现在 现在 就是过年之后 因为我们 后来我们不是去上街又看了看吗 嗯 我们觉得他有些那个地块更好 就是我们看他就是那个地平线的那个 那个更大一点 好 我觉得那个 那个 有可能未来会升值一点 所以 但是你看 就是当然了就是商业我们也在考虑那个 就是这个东西总能循序间进 我们考虑到一个资金问题 另一个我们也是熟悉慢慢熟悉这个市场 就是他那边吧 我们想买 看那个大的那个地平线的那个项目 而且有更好的地块 更好的地块 好 明年我们就真的就考虑买了 但我们想是 是不是也是考一个接近年底的时候去那去学不学不学 可以啊 是吧 但是他因为要交屋 他们算的交屋不是下定 下定有就 所以 基本上他们现在在打大折的都是12月以前交屋的他有大折 是 但等到你明年年 我们年底他们交屋也是明年的事了 对 所以就只是看他的业绩 因为我看他他比如说他那个就是都没盖 后边还有好多没盖 是 他应该是卖出几套 一期一期的 往后再推 因为我故意他明年肯定是卖不完啊 今天肯定卖不完 是 但是如果他明年90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试着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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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难买后悔药 我今天买那个 我觉得这个采光不好 因为你便宜了一半 你还半价了 谁知道他那天起不来了 我那天发生病了 要不然我们就买回来了 哪怕在海天 你早知道你跟我说我过去抱着你上厕所 我抱不了他动不动 一点都动不了 他腰间蛮突出 他一天一夜没吃饭 他怕上厕所因为他动不了 就直接就这么动都不行 就腰间蛮痛的 很严重的一个神经痛 孩子上学都没办 你有在这边看过 Chiropractor那种 医生试试看调整的 按摩 Chiropractor是自己像骨科 脊椎科 像整骨类似那种的感觉 帮你把骨头补一下 你可以考虑看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我等会下午试一下 等会再试一试 那个的话 我们也打算去看一下 还有明年如果 资金OK的话 我觉得像这种项目 那个Dialtaco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 因为我们也不考虑他回报率太高 一年有个稳定个八 九万美金 八万多美金也OK吧 我们就打算长期持有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买 成一个LLC 把资产往里边放一些 先放商业地产 放里边再放两个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持有的 因为我觉得分散一下 放到我们自己名下 我觉得也不安全感觉 商业项目放LLC是很合理的 是吧 你拿它来收钱 像我自己都有一个LLC 收钱做账 然后以后支出 很多付钱买车子 都放在公司名下 是 自己责任少一点 这样的话每年年底的话 人家都充业级便宜 那投资房子应该每年年底的 每年 就看他卖的好不好 楼台卖的好 你能谈的就少 卖不好就能谈 我觉得明年有可能降息 降息的话 市场稍微活跃一点 是 明年肯定的降息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至少这个高利率 不能够再维持太久了 维持太长时间了 因为这个 这你们看这市场的交易量 你们看出来 不是特别的 除非那种刚需的 是 非刚需的 你像这种 我觉得 300万左右的房子 好像不太好 是 哦对了 这里也有一个仓储 我刚忘了跟你讲 因为问有打 214万而已 那它有6358尺左右的仓储 16尺的高 那其中2000尺是办公楼 两层楼的一部分 然后那个 有两个那个loading dock 400amp 400amp的那个电箱 2007年盖的 那它如果按照现在市场价 价格租金是一尺 一块六 一尺一块六左右 一块六 它现在是多少尺 六千多尺 一块六 我算了大概一年是十二万两千块左右 十二万两千块 十二万两千块 对 对 那一个月一万块左右 那两百万也有百分之五点多 那现在是空的 所以我们自己招租自己才能租客这样子 那因为仓储你很多人在这边做的是海外仓 才六千多尺 你不会是亚马逊 所以就是很多是海外仓 它可能跟你租两年到五年 你可能租十年 但你没有办法保证说我要十年的这个 四十五年的这个租约 不过它们的涨幅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在百分之三左右 对 这里有一个它选项价格也不贵 六千尺有点太小了是吧 起步嘛 两百多万就是这个价格 你要是三五百万你就可以租到一万尺 一万五千尺 对我觉得怎么也得一万多尺 对 要不然我要跟亚马逊签一个 就是他们亚马逊那种流流金 亚马逊你供不起 亚马逊前一阵子跟Ontario 签了四百万英尺的仓储 四百万 四百万 我们没有个十万二十万 就是上千万的资金 撬不动这种公司 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对 但是现在的一块六一尺 像罗伦海那些老仓户 那种本来就是工业城 那那里的话最早的话 大概十年前租金才大概八毛五 一倍了 对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是二房东进来以后 然后隔间 然后租给海外餐的时候不同 他一次租个十万二十万尺 然后隔着是你要四千 你要一万你要一万五 那你随着季节性不同 他会有不同的租金 就涨到一万就 但这个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就是我自己需要参与管理 明天遭租 也就是一个租客 是吧 只要你租了他有付钱 你就百分之百的收租 只要他不付钱你就是零的收租 我就担心别他干这么违法的事或者是 仓储的潜在他是比较有可能的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在仓库里面做什么 很多人把仓库改成零售也有 是 对 对 各有利弊吧 要是特别熟悉这个市场 敢操作还行 他不如那种餐饮 那你就不用太操心 对吧 他不会出什么特别的事 那因为仓库你也只有你提供一个空壳 所以他的租金比例才一块多一次 像这里都是五块六块一次的 是是 零售 所以你的回报率也不同 那他是所有商业项目里面起点最低的 那肯定的肯定的 对 嗯 这个到时候我们也考虑一下吧 就 反正这么一说的话都挺好玩的 这些项目都挺好玩的 是 你要是做一做 你都没有投这些项目吗 我还没有钱 你做这么自身了 你还 因为我做的时候是23岁 他那时候是2010年开始做 所以我一开始是帮前面做那些前辈擦屁股的 那时候人家是经济崩盘嘛 我打电话 你又要卖房子啊 哦你是banker啊 是你把这个经济给搞烂的是吧 就开始你这样子骂我 然后 所以我一开始 那你说三四十岁的人 我说你要不要拿你的毕生积蓄来跟我买房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一个23岁 哦 还没有买房的小孩 小儿子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投资房 法拍屋 翻修 哦 去买超便宜那种六万八万的房子 然后在很偏僻的沙漠里面做 然后做翻修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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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电视一样做 所以我一直是帮着投资人 那也是因为我跟着的投资人 他们可能之前会跟大agent 然后等到我自己成长成为一个大agent的时候 那我身边的人也成长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那我也在提供我的价值 教我身边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投资人 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穿 那我的积累是因为从零开始 大学学带呀车带呀自自己父 老婆还是自己养 所以我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做那种跳跃 老婆只能自己养 每二别养 就是 对 也是 对 这个是我比较骄傲的 有时候因为这个年纪的 我们很多人还在靠父母嘛 所以这一点的话倒是我觉得 那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哎呦 那你姐姐 那她们各自独立 这也挺好的 你看到人家买了房 然后再卖出去再赚到钱 那你也挺有成就感 是 所以我一直就是 我有两件行李 我常讲的话就是 我想要跟客人做一辈子的朋友 嗯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跟着你们一起成长 那在我的身边里面又有律生 又有律师 又有会计师 又跟你们有不同的人 大家是一起成长的过程 嗯 那一代的人就起来了 嗯 那有什么 翻新的有 那有好 现在不好做 现在不好做 因为有成的人太多了 到最后就是 你算我要花十万 你也算我要花十万 那就是比谁的成本更便宜 哦 那我花八万 我自己是工人 我可以省一点工费 那就是说 然后再来就是说 谁要的利润少 以前我们说 卖一套房子可以赚到八万十万的差价 现在还说 那我赚 有的人就我赚五万六万 我也可以啊 所以 就是 到最后其实是很卷的 那因为 住宅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入的 今天真的有一套法拍 房子上市 有三四十个人在盯着它看 哦 对 那最后其实所以你的竞争是很激烈 因为它是 所有地产里面门槛最低的 但是它现金要高 嗯 就是现金的门槛高 但是价格便宜是便宜的 对 那你可能一开始它上市的时候说 最低起步价是市场的七折起 你觉得 哇看我赚百分之三十 我赚太多了 但是实际上 得到吵吵吵吵之后 大家都在算 实际上你的买价在打百分之八折五 八五折 然后你再算六十六分左右的去去装修它的钱 然后你之后 赚的是那五万百分之五到六 那利润也蛮薄的 对 哎 我看他们有一些那个blogger 他们 他们就投资这种新房 然后只有一年他们就卖了 对 那也应该也挺挣钱的 那就是像你现在那套新房一样 你赌的是买前期 然后因为房屋主市场 他也有动力去推升他的房价 等到他最后一期交屋的时候 说第尾期交屋的时候 你已经赚了十万二十万了 你等于就做成他增值 那你赌的就是城市的发展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挺挣钱的 为什么他们一样买 买两套买三套 完之后 也就是我估计收了房之后的话 六个月之内他就得出手卖了 嗯 大概我觉得也能赚个六十万到八十万 嗯 我觉得也可以 看地点 看金额 像我有一些上海客人 还有北京客人 他们就是在东区我 Rancho Ontario那里 八十万七十万的一套 买买买买买 就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些 买买买买 只要他前期 然后等他交屋的时候 就准备上市 他的标准就是赚十万我就卖 赚十万我就卖 那比如说他一百六十万卖的时候 到时候新房可能已经在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五万 他就在一百七十万左右 就是比建商便宜一丁点 但我有时候我也挺奇怪的 就是你比如说 他他他他那个好卖嘛 就比如说你像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下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Jello 就我们家这一片的话 他挂盆都挂了大概有六个月了 就一直也没有成交 那就是赌输了 是吗 这个市场有的人赚有的人赔 有的人就是这样 他是一直赚一直赚 看你买的地方知道他还稀缺 让他房价能支撑 那就那 但是你有时候赌输了 就是你想赚十万 但是就是放在市场上三四五个月 因为新建商也卖不掉 你也跟着卖不掉 就会有一期一期一期的这个 但是市场总是有赚有得 就看你的眼光啊 你也帮我们看看 那要是我们这个 到时候卖的那个 一百六的那个还是八十五的 八十五的 我觉得随着市场上涨 他可以到一百一百一 那里有多少年 我不是 我要是有个水晶球 我就能够了 我 我不希望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承诺 对 但我看了一下旁边的价格 就是像我们家的户勤的话 但有可能位置好点 也是一百一千三百多尺 有卖八十九万 或九十一万的也都有 就是以前历史成交价格 也有比我们家稍微低一点的 但我觉得要 怎么也得九十万左右吧 跑不掉了 九十万左右应该差不多 那我觉得要买个新的 就把这个 买个新的 可以啊 但是咱们刚又搬家 我搬家 在美国 我们就搬了 三十四了一下 而且 而且 像你之前说 你现在贷款九千多块钱 嗯 那 你租的这个一万五 租的一万五 也就是赚那六千块的差价 所以如果说你要搞的话 至少你这个是现金买的 你没压力 你甚至把它 你现在的那套 换成另外一套现金买的 你也能赚得到那五六千块的差价 但是人家不付钱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大的压力 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新房的话 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新楼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及时带你去看一看